麥西哥總統聶託星期六說 麥西哥不會接受任何會令美國損害麥西哥國家尊嚴的提議 聶託在美國總統川普就職以尼首次的國情之文演說時說 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麥西哥和美國新政府的關係必須建立在以不可改變的原則基礎上 也就是主權維護國家利益和保護麥西哥的移民 川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對麥西哥的立場非常強硬 他將來自麥西哥的移民稱為殺人犯和強姦犯 川普說美國要在美麥邊界建立圍牆 阻擋從麥西哥湧入美國的移民 川普承諾他要令麥西哥為這幅牆埋單 川普還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持有強烈批評立場 威脅要退出這項協定 美國、加拿大和麥西哥三國目前正在就該協定重新進行談判 聶託在演說當中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辯護 他說麥西哥的目標是鞏固這項協議 使得它成為區域一體化的工具 讓麥西哥、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增加確定性 聶託又對夢想者表示致敬 所謂夢想者是指被非法移民帶入美國的未成年人 他們當中大多數是墨西哥人 川普預計將會在今後幾天宣布 他是否會繼續奧巴馬時期的一項行政命令 這項行政命令准許這批未成年的人暫時留在美國 他會繼續奧巴馬時期的對決定 我們會繼續奧巴馬時期的 我們會繼續奧巴馬時期的 再次回到美國